可比现在和烟鬼谁更强 烟鬼这次自从上次被明哥重伤之后 在最近一些话回归了 很潇洒 很霸气的在海上骑着摩托 不知道他的实力有没有加强 但是霸气这个环节 比较于其他的高手 甚至某些中将 斯莫格实力堪忧 他的烟火势能力虽然是自然系 但是尤其在两年之后 简直成了最弱的自然系 但是我相信斯莫格还是会加强的 不管是烟火果势能力层面 还是霸气修炼的层面 甚至是科学加成的层面 我特别希望贝加庞克 能给斯莫格加强一下 也不知道有没有加强 但是会加强到什么程度呢 就看伟天要怎么展现 总之以目前 可比在风潮岛最后 展现出的绝对实力来说 他超过烟鬼了 如果是在被明哥重伤时的实力 说多一点是中等偏上的中将 他比照总部那几个中将 实力要差一大截 而可比现在的实力 有可能比一般本部的中将还要强 他最后击碎轨岛居首内击 是展现出霸馋的力 那已经是顶级强者的这个技能了 我之前说过 单就这个技能 可比现在潜力已经到了 准大将级别了 很扯淡 可比进步这么快 但这就是事实 所以说目前来看 烟鬼斯摩格的实力 已经被可比超过了 好 好 好